在运动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今天跌48点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跌48点 成价量520亿 大盘 昨天涨92点 今天稍微回撤48点 量 稍微增了 到520亿 请问接下来怎么看 是这边 还是这边 你会选这边还是往这边 你要往哪一边走 你猜我会往哪一边走 两边我都不会走 我只往 有钱赚的地方去走就对啦 因为我不是带会有没有在操作指数 我不能因为说这个盘跌 来 我不能因为说盘跌 那我去找理由 这个盘跌了500点 我们赚不到钱 我相信各位你在看这一段的行情 事实上这一段我有带会有没有去放空 那这一段行情 那个更不用讲了 我今天带来一些股票 我只讲过去这两个月 11月到12月 因为我又不想讲到太远的地方去 我发现时间过得很快 一年又要过去了 那为什么我不喜欢讲 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不会拿那个3月4月5月6月7月 然后我拿某一支股票一直讲不需要了 但是我知道我每个月 我每个月都有代表作 我不知道你看我节目看多久 我刚讲我每个月都有代表作 这样股票你应该忘记它了 这是之前10月底的9V 这一段拉上来 我讲的都是实际上的 而且是有预告 有带会的朋友去买 这一段 我说我卖在哪个位置 那之前的抠讯 我就没办法再每一通拿给你看 这一段之后呢 修正到这个位置 我说51块半是买还是卖 你有没有印象 你可能忘记对不对 我们来慢慢检视 这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你刚刚看到的 我们做是做这一段 那当下来的51块半 你如果相信我的 到今天是57块多 虽然后面那一段我没有做了 但是你相信我的 你听于老师讲的 你不会受伤 那接着就是这个啦 10月31号啊 置机 这你都很清楚嘛 我们先来简短的回顾一下 我这两个月的操作 这一趟 卖 再买 卖出之后 再买这个 还有印象吗 有 如果你是每天看于老师的节目 那你就会有感觉 12月份 你不陌生 一特 买 上去 获利先出 对不对 好了 那有没有比较明着跟各位讲的 或者是说跟直接跟各位强调 你要留意哪一些股票 因为我是蛮敢预告的 11月16号 我说他第一档贝离即将会怎么样 当时候11月16号 讲了两只股票 一档叫万润 第一档贝离 你相信的话 你就赚得到 包括这一档股票 阳城 11月16号 我说160 160跌到40块了 160的股票 160跌到40块了 那我有没有跟你讲 他叫第一档贝离 当时候你不会相信 因为各位 你只要看到这种股票那种形态 你整个心就软掉 至少是这股票 这股票 这股票 会不会又像这样子 谈一下就没了 因为你看不懂 我看得懂 所以结局是不一样的 我再问各位一次 如果假设时光可以倒转 又回到这个位置 回到我跟你讲的 当时候这个位置 你看起来很不怎么起眼的时候 11月16号 一个半月以前 一个半月以前 你相信我讲的 那包括之后 我也陆续在班哥会追踪 我都帮你追踪 那有没有答正 是不是快要答正 没有很清楚啊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些 我要告诉各位 我们来台北股市 你要属于自己赚钱的方式 但每个人强项是不一样的 你要知道每一个人的强项 是不一样的 跟我们看那个棒球的球赛 有的人很会投球 对不对 那他就去当投手 那有的人很会打击 他就当什么 当指定带打 或者是当强棒 对不对 那你要知道操作股票 也是一样啊 你适合什么 你就适合去坐那一个位置 你不要强求 你不要说每一套你都要什么 都自己都很厉害 每一套你都要学 你学不来的 因为太多了 我民国87年的4月退伍 87年的5月 我就进入到这个证券业 没有离开过 到现在 各位几年你算算看 我很坚持啊 有些时候 我不是像有一些 那我不要讲别的啦 因为也不是讲这一些 我只是告诉各位说 在这么长的时间以来 我并不是每一次都做得很顺遂 但是我知道 我要记取一些教训 如果过去我失败的地方 或者做得很不顺遂的时候 那些方法我就要剔除掉 那我要想一些 适合我自己的 我可以什么 帮自己赚钱的一些方式 所以我来到什么 我来到这个市场 我告诉各位 我做低档背离的股票 从来没有失败过 我没有乱讲话 而且我也敢预告 那当然啊 近期台北股市 你可以用属于你自己的方式来操作 如果你没有方法 你没有技巧 我会建议各位 你先离开这个市场 如果没有人帮你的话 你千万不要盲从 你也不要觉得说靠运气 或者每天打开电视 打开电脑 就挑最强的股票来操作 那风险太高了 接着我们看下去 所以我告诉各位说 我希望你 你来找我 一定有我的想法 你跟我操作 我的方式我都告诉各位 我不同的时候 我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如果假设台北股市 在相对的低档区 假设啦 假设 假设有经过大跌那么一大段 大跌这么一段 大跌这么一段 假设在相对的低档 我挑的股票 绝对不是挑低档区的 大跌一段 我不会挑低档区 我会去挑比大盘要强的 因为台北股市在急杀 急杀 急杀 这种急杀的位置 我会去挑 比大盘 比大盘还要强的股票 比大盘还要强的股票 老师你是说真来假的 来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你可能稍微 小小的忘记掉了 这一段跌不深 跌了差不多500点 9400跌到8879 所以当时候我送你什么 我送你这一档 你有没有印象 你忘记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送你这一档股票 11月14号 它是比大盘强啊 你再看一遍 台北股市是这样跌的 所以当行情在跌的时候 你可以去挑 比大盘还要强的股票 所以你会赚钱 还有这一档也是啊 你应该忘记了吧 虽然赚不多 虽然赚不多 但是代表 它是当时候比什么 比台北股市要强的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如果假设位阶在高的位阶 再看一次 如果假设台北股市 位置是比较高的 位置是比较高的 我稍微放这两个位置 各位参考一下 假设当时候台北股市 是在相对的高档 相对的高档 那为什么当时我挑的股票 是极其低的 你回答我 这档叫自积 你再看一次台北股市 如果台北股市在相对的高 我会去买经过 已经修正过的股票 包括这一档股票 你有没有印象 光环 因为我们做了这一趟 自积之后 等我一下 号码按错了 6 做这一趟之后 我再把钱转到什么 光环 各位懂我的意思吗 当台北股市 如果假设是 基期比较高的时候 我就会去选择 基期比较低 那现在还是一样 我不认为基期很低 9200 9300 基期算是高的 它不是基期比较低的 所以你最近挑的股票 你也可以去挑最强的股票 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知道 你如果照我的方式操作 你比较容易会赚得到钱 首先我拿杨诚来做说明一下 我拿今天拿他的K线 的周K线 给各位参考一下 我拉上来点给各位看 你去相对的低档区去买 你不要不相信 因为每次 你都是不相信的状态之下 你不要小看这个 这40一拉就是80 这一段就是80 一倍 这个也是啊 50到72 这一拉 这一拉超过多少 多少 你自己算啊 所以说我最近挑的股票 我们最近挑的股票 也是相对的安全 相对低档 基期稍微比较低 所以会你朋友买起来 一定会比较放心 这个也是啊 股闻独起的啊 相对的低档 一拉上来就50% 相对的低档 一拉上来 那我请问各位 这个位置是不是又更低 是不是更低 这比这个都还要更低 当然我不希望说 这个拉上来要拉50% 不需要 假设啦 假设有拉个2-30% 那对会朋友也有交代啊 这就是我啊 所以我说我挑的股票 你放心 基期位置 你拉的越低 就像当时候 这个 你可能都忘记了 来 11月 我说这个是相对高的位置 已经跌破颈限 所以当 当这一段行情 你可以去做空 但是跌到相对的低 我说201不要再杀 201不要再杀 结果 201 一涨就涨到80块 那你有没有卖在这边我不知道 因为我当时候确实我有提醒你 你如果卖在这边 那不是很尴尬吗 80块不见了 那我是不是说 你有心向你来找我 你不要卖在地板上 一拉 67块 46% 那我有没有跟你讲 同志 你有没有发现 当社这个位置 还满低的 很低 256多 还有这一档股票叫什么 操纵 操纵 有还没有 有 操纵最近的体材还满多的 跟三星有关系 所以假设你有操纵 你可以稍微等一下下 那我刚刚讲的这些 都在节目上明着讲的 各位发现我今天讲的内容 比较不一样 为什么今天讲这么多 因为我知道现在三四百亿 你没有什么心情啊 那我讲的这些 全部都是我在节目上 我一定有预告 一定有公开讲 那我也希望说 用我的方式你来试试看 你来尝试你试试看 那当然相对的 明着跟你讲的 不一定比较快 那如果真的你要快 那没办法 那你真的就要来找我 因为本身快的还是要保留嘛 我们还是要保留给会员朋友嘛 那我还是有强调啊 这是送给你的啊 这是送给你的国桥 这是送给你的国泰金 包括送给你的南亚科 都很有诚意诶 但是我说 我还是有很快的股票 但是你要来找我 你要这种很快的很抱歉 那相对的那你就要来找于老师啊 我并不是没有啊 我还是有这种股票啊 很抱歉 我们只有这一段 后面那一段 跟我没有关系 因为我不是说 后面再涨一段 那我再拿出来介绍 那不是于老师的个性 那我说你要什么 你要速度快 这就是我们单股会员朋友的股票 因为最近真的 你要去买有基本面的股票 你会买的比较放心 这创143个月新高 所以呢 我是有做功课 会陪我买 会比较放心 不要盲从 你慢慢 你慢慢的赚 你不要急 你不要慌 你一定赚得到钱 其实最近这一档股票很强势 他自卡出来 我放大给你看 这是近期他一个月的走势 他没有赚很多钱 老师他才赚2毛8 你知道那个概念吗 他从负0.23跳到正0.28 那为什么画这边 往这边画 其实真正的关键转折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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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有在准备 你都有在做功课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股票 他跟什么 跟本益比 有的人会说老师到底合理的本益比是几倍 没有正常的合理本益比是几倍 股票市场是以筹码 那包括你知道的 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但是你不知道的 别人领先市场 那别人就比较容易 会比你赚得到钱 看一下吧 他12月是创新高的 那有没有类似像这种股票 为什么今天拿他的月线给各位看 那有没有像月线在相对低档区 你看他这种股票很神奇 他是敢爱敢恨行的 杀 整理完 你不要小看这一个小红K棒 这一个小红K棒 这一个小红K棒 就是这种格局 那有没有类似在这个位置 相对低档区的股票 有 这一档 再看一遍 上去下来 这个位置 这是月线的低档背离 没跟你开玩笑 我一开场我就讲过了 低档背离 是我的强项 不会输 不能讲保证 工会金管会他们都有要求 我们不能讲保证 但是我只能讲 几乎没有失误过 讲几乎那你就懂了 再看一次 这是月线 这是月线 那为什么写 创一年来的新高 你看仔细喔 一年来新高 他这边都是什么 都是负成长 开始成长 老师他好像 还是在这个阶段 没有赚钱耶 没赚钱 对不对 其实第三季开始 开始没赚啊 哪里没赚 就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位置一模一样 所以我把它圈起来 我把它画出来 你如果看第二季 你如果看第二季 的安可还是富的啊 你懂吗 那你会想买吗 可是当你看到股价 他已经什么 他已经反映出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先跟你预告说 第四季 他会转亏为盈 你信还是不信 那股价又在相对的低档 股价又在相对低档 而且又低档背离 今天是二十九号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九号 我们来交个朋友吧 打电话进来 你自己念喔 打电话进来 你相信我的 你就播 那你如果还是 一定要看到台北股市什么 有量大涨 那你慢慢等 你慢慢等 这个盘不会有量的 到过年前就是这样子 量可能还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小 我都是有准备好 都是有我的口袋名单 这档股票 我已经预告两天了 我说如果他第四季 单季可以超越一加二加三 而且他十二月的营收会成长几% 我写了三个数字 他是营收创一百三十一个月的新高 这档股票一开盘 就创了今年从八月份以来到今天 创新高 创新高叫什么 创新高应该是通通赚钱嘛 是不是 所以我都是挑基本面 营收 开始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今天 我希望你来 你来尝试一下 你如果错过 你错过 你错过 你错过安可 那你来买这一档 今天是29号 来电就是你的 来电就是你的 那第二阶段回来 我赶快帮你追踪 我们现在手边上的持股 中场先休息一下 但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02-2365-9333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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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奖 但是电子发票中奖了 怎么就会社福团体 现在不用这么麻烦 只要消费者高知店家 社福团体的爱心码 发票 就这种全给他们 请慢用 好 来帮各位追蹤一下股票 来这个 這個第一趟 你都知道齁 第二趟 那第三趟怎麼做 第三趟 你可以來找我齁 敦蘭 這我昨天講過了齁 這是快速充電 充電五分鐘 通話兩小時 結束了嗎 光環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又中了齁 來 其實啊 如果各位要想找相對比較低檔區的 在我節目上都有講過 事實上我們買在低檔區安全性的 第一間 我有強調這一檔股票叫陽城 我有預告過 那所以咧 你相信我的你就來找我 相對位置很低 很低很低很低 這一檔都一倍 五十到七十二塊 這一段你也看到啦 這一段就這一段啊 這一段我講的低檔背離 那我們手邊的股票 這不夠低嗎 不夠低嗎 這更低啊 更低 我們不需要說彈五十趴 這個彈 彈到哪邊 彈到哪邊 你來找我 我會告訴你 這個 今天已經創從八月份來的新高 股本才適應喔 第四季它有機會喔 有機會喔 有機會超越一加二加三 這檔股票十二月營收會成長幾趴 相信我 你現在一定要買十二月營收非常好的 所以你不用管大盤 你不要擔心害怕 你害怕是沒有用的 那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你錯過 你錯過這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相對的夠低 看起來不夠低 事實上 非常的低 為什麼 因為它的月線相對位置相對的低 而且它的營收創新高 那你錯過這一檔股票 我們來買這一檔股票 因為這個位置 是它的月線相對低檔區的位置 我說過這種股票拉上去下來 經過長時間的修正 營收又開始創一年來的新高 你買這種股票非常的安全啊 你不用怕 你也不用管大盤啊 我們在操作就是買相對低檔區 買在位階高的大盤的時候 但是買位階低檔區的股票 我今天願意跟你分享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 創新高 月線 相對的安全 今天是29號 來電就是你的 把電話撥通 把電話撥通就對了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再見 掰掰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贈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跑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投資的至聖關鍵 您需要領先的資訊 精準的分析 大來專業分析團隊為您掌握 大來國際投顧 請直播 02 2365 93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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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來國際投顧 請直播 02 2365 9333 02 2365 9333 0 迎出 2 0 2 2 Kub 那只要台湾就可这一位台湾好行 会计算好 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